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夏 现在的话是在私会玉博城守折市场这一边的 那么今天过来这里呢 主要的话是帮忙找一款紫色的一个守折 预算的话是一万多左右的一个价位 主要的话是厚度卡到一个90以上的一个饱满度 能不能遇到合适的呢 那么现在的话先转换一下镜头 也带你们一起到里面去走走看 这一款的话老板给价8800 也是一个好听吉利的一个数字 其实厚度相对来说还可以 也是比较宽版的一个手镯 带有漂绿花在 整一条手镯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细腻 就整体这上面看起来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但给你们看一下 它绑绳处这里呢是带有小黄点在的 正是在表面这一边哦 而且的话不是一小点 也算是一个小微霞在吧 这一条的话基本都是有一圈子底在 而且它这一节的话颜色还更加的浓艳 也是一个属于粉纸底 但是它的一个厚度呢是标准的厚度卡在一个8.5厘的一个饱满度 不算是加厚款哦 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条的话里面还有一条泪列在 但是这一种的话我们就不推荐了 这一款的话就是比较凸显它的一个肿水在 是带有淡底色的它这一边 厚度的话也是卡到将近有9厘 这边的话会有一点点的一个棉在 不过的话它的一个通透感还是很不错的 这一条 白月光的一个手镯 这一款呢它是一个小特色的一个手镯来的 是一个淡三彩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哦 这一节的话它是一个冰黄菲的一个色泽 然后过来这里呢是一个淡琴底 整体的话是一个白冰底来的 肿水很冰润 但是它这一种版型呢就是属于一个经典普遍的一个版型 这一款圈口的话是在一个58.5 这一款的话是卡在一个9.2厘 这一款呢就是给人一个半山半水的一个液晶在 这一节的话它是一个直底 那么另外一半的话是一个直绿的一个色泽 就给人一个感觉呢 这一条的料子呢它是一个经体会比较明显一点 不过整体的话是完美的一个料子 水头也是达到洛宾的一个总水 这一款的话给价值整数一万 这一条的话颜色好料子系 就给人一种很暖的一个感觉在 整一条的话它是一个粉纸底来的 给你们看一下 水水的一个感觉飘了一抹绿花 这一款的话也是一个春带彩的一个料子 里面的话还有一条色根在 都是一个绿花来的 但是这一条呢圈口就相对是比较小了 来给你们看一下 厚度的话是很厚装的 一眼都可以看得到 圈口的话是在一个55.4的一个大小 这个厚度的话是卡到有10.6了 普遍的一些手镯呢 都是一个7点多到8里左右的一个厚度 这一条的话非常的厚装 料子的话整一圈都是很均匀的一个色泽在哦 本来你这一种什么卖价这一条 这一条对服装卖最低三万 最低三万 给你们看一下这一种的话是见光不失职的 老总料的 老总料真的很少女啊这一条 价格的话也不便宜 主要是这一条的话底子够干净 不过的话价格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谢谢大家